大家好 今天是1月5號 不過市場就認真不好 我們看看所有的版塊裏面滿光紅 升的只剩下電器及消限電子產品 黃金電信服務 銀行 保險 很奇怪 銀行和保險會好 等一會兒講一講為什麼 好了 朋友問中電控股 中電控股一直都有資金的流入 我們還沒講中電控股以後 應該先講講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的周線圖這裡來講 還在保利加通道的下族裏面的 這個在日線圖上面還在這裏 去不了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不過不要緊的 我覺得遲早 這個星期內應該會挑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還有可能會收起其上的了 然後有朋友就問 如果你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什麼問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個人家已經不是很肯下跌 這裡不是很肯下跌的話 不是很肯下跌 這個世界是兩樣東西 就是股市走勢只有三樣東西而已 下跌 橫行 上去 只要它橫行 這裡的中族一直下來 始終會碰到的 是吧 然後這裏上去的問題就夠不夠力上到這裏而已 我沒有說上到上族 我只是說上到中族而已 上到中族的時候就看看它可以在這裏 是不是可以橫行走 因為你只需要這裏一跌下來 這裏打橫行 那這裏是不是一定有雙交叉點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 情形就好像這裏這樣 這裏只要橫行走 這裏跌下來 然後這裏最主要的就是 上去就可以了 當然可以橫行走這裏跌下來 來到這裏之後 它們又再跌 那只但我估計 來到這裏都要先碰碰 希望 希望也都這樣 好了 接著有朋友就問這個是中電控股 中電控股的時候 這裏有資金流入的 那實情上面是否確實如是呢 我們先看看中電控股 我們先看到的就是基本上 這個周線圖上面一直都是升的 要所有人留意 這裏十字升 跟著這裏升幅收窄了 那再跟著看看就是這個是日線圖 那雖然是升也好 有資本來也好 似乎它又不肯好再繼續升上去了 那因此在這裏呢 第一 由於升也多 哇 這裏升得幾多的了 75元升到近80元這裏 79元這裏 那在這裏裡面來說 有課的朋友要考慮 是不是需要吃吃糊了 那你可以繼續持有的 那始終這些不會寫得太多的 這樣調整也好 不過我估計它應該來到這裏呢 升也多 就需要考慮調整的了 那接下來的三年的盈利呢 就會有這個是4.34元 4.74元 和4.95元 那在這裏裡面來說呢 最主要就是當如果經濟放緩的話呢 用電量都會稍微放緩一點點的 好 有朋友問席廣交所 廣交所的時期之中呢 廣交所這幾天都有資金流出近兩天 那走勢又如何呢 這樣 廣交所很早已經說放棄它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走勢真真正正已經開始 好像見了一個頂 那布里加通道中族就開始慢慢緩下來 這是周線圖的 那日線圖方面如何呢 日線圖方面來的 看到這裏呢 就是 這裏這樣 這樣 這裏已經連續 很多天是陰燭了 這裏陰乾 那我估計它可能會再去試回 420多這個位置 425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那幾年盈利的表現又如何呢 將大家估計它就會是賺10元 而11.9和14元 增長幅度有17%和18%是不錯的 不過最重要是短期來說成交 大市成交是萎縮的 因此呢 都仍然有一段時間是縮的 所以港交所價自然就會縮的了 好了 跟著呢 有人問電信股今天多些 那電信股問呢 當然最主要問這個是 就是這個中移動的 不過順便答單就講完其他三個電信股了 一次過大家去看看 那昨天呢 電信股呢 中國電信已經很多資金是湧入 那為什麼呢 是很簡單 那些人呢 是已經看著昨天中移動 是會升的 因為中移動今天在國內上市 那會是大竊到一門 這個板塊都可以到 所以呢 醒目的人已經昨天就會入貨了 那昨天入貨之後怎麼樣呢 那就是 我不知道它不會不會是今天出貨啊 那在周線圖上面 我們看不到這麼多 看日線圖上面 人家昨天升了 那今天就再升了 那會不會再升呢 那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 所有的電信股 所有的電信股 都會是比極太久 在今年是有一個好表現的 那在中國電信裡面來說 我會覺得它可能升回3.9 進去這些位置 3.9 那再去下一級的話 升到這些位置 3.2 是OK的 而且你也都在這裡 周線圖上面 已經打底了 去了這麼久了 因此在這一點裡面 是應該可以考慮 是都可以吸納的 起完這個位置 雖然是高了一點 不過還是OK的 中國電信市盈率是7倍左右 息率有7厘7 We know very good的 這麼多隻電信股裡面 以它的息率是最高的 不過發展的前景 它未必一定是最好 那麼它的阻力位 就是2.9左右 支持位是2.6 如果買了貨的話 可以考慮用2.6來做 這個是指示位的 不過對這些有7厘式的東西 我又覺得在一個這麼低的位置裡面 就無謂搞來搞去 要不你不要買 買的話就應該考慮拿長一點點 到賺到這麼久就夠了 你才好走 那不要到時說止蝕 這些很容易的分鐘 你止身蝕就蝕了 接下來的三年的盈利的表現 將會有2.9 3.1和3.3 增長的幅度大致上就是29% 7%和6% OK的 接著第二種我們要看的就是中聯通 聯通這兩天 今天的資金流入都不少的 你看到這裡 股價方面的表現 我們看到的就是 一 都是看到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整固 而稍為上升 就是說來到這裡 你已經都沒什麼可以 認為它再跌了 是不是 那再上升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看很簡單 再上升的話 應該是第一個阻力位 就是這裡 第二個就是這裡 第三個就是這裡 這些都是以前見過的 那現在你看到的 全部在這些位置 全部在橫行有個支持 那給你三級制 是不是 在這裡上去 所以前途是有些可以衝勁的 那今天你看到它 就已經突破了那裏 那上面看這個 當然看這個是一個阻力位 那就是在這點裡面 我們中聯通 接下來的三年盈利的前景 就會是四號九 五號五 和六號一 增長幅度是12%和11% 這個是增長的 三個電信股裡面 它的盈利的增長前景是最好的 息率呢 也有7.3% 市盈率是6.7倍的 比較是三個電信股裡面 是最低市盈率的 那因此在這點裡面 再賣賣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之後再跟著上去 這些都是以前曾經見過的位 為什麼見不到呢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 5G作戰是推廣 另外再跟著呢 就是這個電動車 也慢慢重點推出的話呢 那就是會可以考慮到 例如 我們出了很多電動車 不過它不是自動駕駛的 吉利今天宣布 是跟英格爾爾推行 一艘搬自動駕駛的汽車 那你不要想著一次 那麼開波就搞到自動駕駛 好像Tesla 那樣搞到自動駕駛 成就撞車了 燒掛了整個司機 所以現在暫時 慢慢是用熟習的技術 開始搬自動駕駛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一到半自動駕駛 你就需要用很多的所謂的數據 那即時你一定要駁一條電話線的 車上 一駁我們打電話 你談的 煲電話粥 你都沒有像駕駛一樣 要用到這麼多資料量的 好了 再其次呢 那當然就是今天的重頭 就要看那個的是中熱洞 中熱洞很奇怪 今天呢 是有資金的流出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什麼的 這個世界的人 整天都對他 認為他不熱洞 對他沒有信心的 沒有信心就沒有信心 你可以不買的 沒有問題 那始終我就覺得 中熱洞 之前在上個星期 我已經推介過的了 就覺得應該可以考慮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已經說了回歸A股 回歸A股 他未必一定可以 好像這樣 是 人家去到今天 這個國內憶股 做到差不多67 那麼 這裡的時鐘 我們自己做到50元左右 那我估計 頂隆極的 都是去到大陸 是來的 那至於你說 是不是中熱洞 就是就指此意呢 那我覺得 不是咯 看看圖 這個是月線圖 那月線圖裡面的時鐘 是看到的 那這個低位呢 我想差不多是很低的低位來的了 因為這個位呢 你看得到的就是 它過去的話 都已經是 去到多久呢 去到2013年的低位了 那升了上來之後呢 沒有問題了 阻力位就在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是不是 那這裡呢 再跟著再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暫時 沒有人怎麼說的 說去93元 那很多大行有些看 都去到80元 就看這些位了 80元就是這些位了 是不是 就看到這些位了 那另外如果去到60元 什麼東西 都應該可以有條件的 那主要的阻力位 暫時是這裡 那這裡 那這個阻力位 就是過去寫而已 但是在60元左右 那現在從這裡升到60元 差不多先了 那我自己個人會看 就去到短期阻力 就去到59元 就是60元左右 那你如果是沒有貨的 可以考慮一下 在49元買 我覺得你就算是原價買的 都可以的 不過就要吃一下京風散的 不過其實拿著中月動 你為什麼很害怕呢 中月動 它集資了500多億 就是它可以警告我900多億出來 在回購H股 這個代表億是什麼呢 代表了爺爺 要將一些大型的 穩賺不賠的 第四的東西 是立歸於國有 那就回A了 回A的時候 當然你反貴腦都可以買A股的 不過你就看到了 你會支撐的 是A股的市場 那為什麼H股這裡 還會有些要回購呢 第一 就是想將這個價位 打高一點點 那我估計 日後 會將會是 中月動 其實根本不缺錢 是不是 根本自己的現金 現在有幾千億起 那它根本要來做什麼呢 不過它一定要說回A 回A之後收了A股的錢 拿出來買了H股 那其實 你看看 它發行了A股 就收回H股 那其實 將會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沒有發行過新股 是不是 沒有發行過新股 很多人就說 你發行了新股之後 會攤薄了盈利 就弄一招給你看 就是我收回 左手就發行了股票 A股 右手就收回H股 那在這點裡面 是沒有增加到股票的 不過錢呢 就是等於怎樣 就找了國內的人士 買了中月動H股 那你認為這樣做 為什麼不是對中月動H股 是好呢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 很簡單 我就覺得 那些人呢 都不是看得通的 是怎麼想的 那我就胡亂猜度 那只管看看 我又覺得 中月動根本再跟著來 做很多的擴展 包括搞五支的 五支圓 那它都將會在五支方面 會大手腳 大動作 那盈利的增長 或者估計 是在未來的幾年裡面 是OK的 那如果中月動的話 你接下來 那它這個是 接下來它已經賺了什麼呢 賺5.56 5.8 6.6元 增長是5%而已 每年都是 不是很多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每年它真的都會賺這麼多 現在它真的每年都賺了三千多億 那你真是想怎樣呢 那它也都 那你又不用擔心 它被人家說它壟斷 因為它已經被人家說它壟斷 說它十幾年了 那所以為什麼 就經常要照顧 這個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訊 那真是照顧它 那才能賺到錢 那你沒什麼好說的 是不是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來講 爺爺也不是很需要 就是一定要怎麼搞它 因為很簡單 它賺了的 它都是這個什麼 社保基金第四去賣它 好了 現在會看回一件事了 它現在最主要就是以前 是在國內 社保基金買不到中月動的 現在它去到A股之後 我估計社保基金等等一件事 可以賣到它 中月動的A股價和H股價 將會價差會越來越抹得大的 A股是將會慢慢地 我覺得會增發 而H股是將會慢慢地 會比起回購 這個是乾坤大羅爾 這一點我覺得 是對中月動很好的 我一直都看中月動挺好的 不是因為它有強勁的增長 已經增長很久了 是不是 現在的增長 就是一個穩定盈利的增長 還有這個市場 是真真正正 是紅霸中國十四億市場 這個也是全球第一大的通訊股 因為你建立中國已經是第一 即是全世界你會第一 好了 至於我今天要推薦的是什麼呢 建設銀行 建設銀行這幾天都有資金的流入 這樣就是 我看到建設銀行一部 這裡來講的話 我看到今天主動地升破了 這個星期是升破了 這個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你見到它這樣咬上去 那我覺得 升上這個是5.70多 或者升上6元這裡 是有可能的機會 月線圖看看 在這一點裡面來講 建行是這一點 去到這裏 在這裏 密集區 再跟著上去就是這裏 那你問我 會不會再上過7.98元這裡 那我告訴你 今年未必有 明年可能會有機會的 今年應該是在年底裏 最主要為什麼 因為環球加息的話 是一定對銀行股是有利的 還有 這個是房地產 這個炸彈 是應該慢慢已經被拆到出來的了 拆到出來之後 傷害壞障 沒有那麼多的話 它又會有好的表現的了 那我們看看 這個是日線圖 像是這樣的 不是 周線圖 是這樣的 日線圖 很明顯地 你要看的就是 在這裏 這些位置 5.6 5.8 5.9 這些位置 在這些情況中 這裏 就已經升破了這裏 升破了這裏之後 這樣自然就會向上去看 因為這裏如果量度的話 就要按量度升幅 這裏和這裏 這裏和這裏 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是 目前全球加息是利銀行股的 這樣就是 建行的息率 是由7.6 你還想怎樣 好了 接下來的幾年盈利增長 就是 一元一毛四 一個二毛四 和一個三 建行我覺得 它是有一定足夠的波幅的 由這個是5.9 到5元 那你說 嘿 那這裏只有1元 是啊 那就炒1元 1元的意思是什麼 它5元的 起步嘛 1元的話 就即是20% 是不是 那起這裏的話 你說起這裏 那是多少 這裏和這裏 就有波幅了 那起這裏 你用多少時間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的時間 其中你有10%到20%波幅 這些是定過台炸彈的 那你這裏買了之後 你騙了之後 那沒問題 你騙了之後 那怎麼辦 拿著它咯 那它現在又給你了 是不是 那所以這裏 一個能夠賺錢的公司裏面 你炒賣波幅呢 一定比不賺錢的公司裏面 炒賣波幅 是穩妥很多的 好了 那再去其次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什麼 就是 所有的 我建議的股票 買賣的週期 都是10天而已 那如果建議的價格 是起這個 是三天之內做不到的話 就當沒有介紹過 買入了之後 如果那個價格 是收市的那個價格 是跌低於之前三天的位置的話 又要走投 那在這裏來說 暫時來說 就是這個 什麼 在這裏 以前也有介紹過 有聯想 沒有什麼說過 以前也有介紹過 中國移動的 在10月22日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就騙了東西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等到指示位 其實不等到指示位 你說多好 是不是 47元介紹 那現在 都已經去了那麼多 不算了 已經過了去的東西 那再跟著呢 暫時的盈利 是317% 那 答觀眾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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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的東西 就保留7天 那大家可以在這點 來看看 投資 是有風險的 需要獨立思考